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HTMI5的Meta标记 Meta标记是用来技术网页的信息 比如网页的编码,关键字,简单描述等等 当然也可以用于SEO的使用 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要知识点 第一个是Name属性 它主要是一些信息的名称 一般和Content配合使用 第二个是HTTPIncubment 它可以记载一些网页特殊的行为 也是和Content的配合使用 Content是设置上两项具体的内容 最后一个XSET是设置咱们网页的编码 比如说UTF或是GB2312等等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 Name属性是指定要描述的信息的名称 比如keywords,author等等 之后配合Content的属性一起使用 好,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了三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Meta定义一个Name属性来标记着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比如说author,作者,description,描述 或是keywords,关键字 在作者的地方 我写content性小码 就是我 什么这个网页是我写的 然后description是描述 这个网页的实际内容 这个地方我写的是LTML5基础制 学习网页 这个网页中要学习Meta标记 接下来的keywords 是把这个网页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用逗号风格开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这写LTML5和Meta 说明这个网页是用这么几个关键字 给它区分开 便于搜索引擎的收集和分类 在咱们网页的变业过程中 处理好这三个头部信息 对于咱们做搜索引擎优化 是非常有好处的 接下来是httpincrement的属性 它设定网页的头信息 可以用于设置http协议传输式的头信息 也可以设定一些网页的行为 定义听起来有些抽象 咱们看一下我给大家举的两个例子 首先是一个Meta标记 然后跟一个httpincrement的属性 内容是refresh刷新 内容是300秒 就是说这个网页每隔300秒自动刷新一次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 我在这写是30秒 意思就是说这个网页30秒之后 向other.html进行跳转的意思 接下来是content的属性 它能和namehttpincrement等属性的配合使用 来记载属性描述的内容 这里为大家罗列了几个特殊的属性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在网页实际开发过程中是用得到的 第一个是content type内容属性 第二是default style 这个是设置样式单 然后刷新和setcookie 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content type 它是指令http的头部信息的文字编码 比如说utf8 然后接下来是default style 这个是指定咱们网页优先使用的样式单的文件 第三个是refresh刷新 这个例子咱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是网页自动刷新或自动页面跳转 最后一个是setcookie 这是设置网页的cookie 不过现在不推荐使用 现在设置cookie的方法 可以使用扎号脚本 或者是服务器端设定都可以 OK 这四个属性中呢 特别是content type属性 是最为常用 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属性记下来 好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charset的属性 charset呢 它是指定网页的文字编码 目前大部分网站呢 都使用的是utf8的编码 以后咱们在开发过程中 也要使用这种编码 来增加兼容性 就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例子 OK 此外呢 为大家还准备了一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段代码呢 其实是为搜索引擎 内容抓取机器人准备的一些信息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meta tag里面 name属性呢 是lobos 机器人 然后呢 在content里面呢 我写上noindex和nofollow 就是说 我的这段网页 不要被搜索引擎缓存 也不要被搜索引擎跟踪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机器人 你别过来 这么理解就好了 尤其是在咱们开发一些个 私密性比较强的网页的时候呢 大家请一定要加上这句话 OK 然后今天的原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源主工的服务器上 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大家参照 好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同样 这是一个标准的ltml5的网页 我在这个地方呢 定义了网页的编码 utf8 下面呢 是网页的一些个 具体的这个描述信息 给搜索引擎使用 最后这段是lobos的属性 就是说 你不要还存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ltml网页 内容呢 这也是一句话 没有什么可说的 运行起来的效果也是这样 头部信息呢 已经设定好了 虽然咱们在榴弹期中看不到呢 但是搜索引擎机器人 他会知道 请大家不用担心 OK 今天的内容分享呢 就给大家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您继续观众选码视频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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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